早上 他很好摟的 狗狗都肉 各位電影師妹早晨 早上 大家一起說 爸爸早晨 爸爸早晨 是的 師父很喜歡見到你 因為他見到你回到家 是他的子女 所以告訴隔壁人 我們是一家人 很高興 早上見到你 好 大家請坐 不經不覺又一年了 又是復活節了 其實很多人是過節的 但對我來說 每日都是復活節 每日都是聖誕節 每日都紀念耶穌復活 每日都紀念耶穌來到這個世界 今天我想讀出《使徒行傳》一段說話 讓大家又想起 到底這個來過這個世界 在我們中間活過 又釘十字架 又從死裏面復活的 這個在以色列出生的 這個猶太人 將來還會再回來 在耶路撒冷再一次 他如何離開 他如何再回來 這位耶穌 我們紀念的耶穌 到底是因為怎樣住 在這個復活的主日 我們思考一下 這個彼得他這樣說 他說神借著耶穌基督 他是萬有的主 傳和平的福音 將這個道賜給以色列人 這個說話 在約翰施洗的宣揚洗禮以後 從加利利起 傳遍了整個猶太 神怎樣用聖靈和能力 高末這個拿薩勒人耶穌 他說 就是你們知道的 彼得跟羅馬的軍官這樣說 他說你們都知道的 他周留四方行善事 以後犯被魔鬼壓制的人 因為神與他同在 他在猶太之地 並且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 有我們作見證 彼得說我們是猶太人 當然我們作見證 但是你是羅馬人 你也要知道 他們竟把他掛在木頭上 殺了 第三天 神叫他復活 哈利路亞 顯現出來 不是顯給眾人看 還是顯給神 預先所揀選 為他作見證的人看 就是我們 這些從他死裡復活之後 跟他同吃同喝的人 他吩咐我 我們這些人 要傳道給眾人 證明他是神所立的 要審判活人死人的主 眾先知 也為他作見證 說 凡信他的名 必因他的名 得蒙赦罪 哈利路亞 這就是我們的福音 我們的福音 就是耶穌基督的福音 就是天國的福音 就是耶穌基督來到這個世界 祂告訴我們 祂為何來這個世界 祂為何來這個地方 然後祂告訴全世界的人 祂要我們都告訴全世界的人 所以今天我覺得 我們是復活節 我們都要祈禱 不只是吃復活蛋 不只是待會去喝茶 我們求主 叫我們 成為一個 帶著耶穌基督的復活 我們走到哪裏 就是哪裏 有些人問我 你們教會有沒有什麼活動 我說 每天都活動的 我們存在就是耶穌基督 存在就是福音 存在就是聖誕節 存在就是復活節 不是因為某一個時日 我們才做一件事的 因為耶穌周遊四方 祂走來走去 所以待會去喝茶 上到七樓 或者到一樓 走出去對面街 耶穌跟祂在一起 神與我們同在 這個就是福活節 如果福活節 只是說 那些人在唱歌 唱戲 這個我覺得 不是耶穌釘十字架的原因 我和喜立好不好 我們先將這段聖經 這次做個祈禱 這個是教會 我最需要知道的 原來就是耶穌來過這個世界 神的能力 高末這個教會 高末 耶穌說 我走了 我要做的事 你們繼續做 所以求天父今早 使用我們每一個人 要不要有神職 隨時隨著你 要不要有神的能力 臨到你 要不要有耶穌 復活的能力 在你身上 要不要有和平的福音 要不要有見到人悔改 信主耶穌的名 然後罪得赦免 這就是福活節最重要的意義 所以我們每個人開聲 用你最大的聲音 多謝天父 為這個福活節的大能的福音 多謝主 為祂的聖靈的能力 多謝主 如果你不懂得用廣東話 用英文 不懂用英文 講謊言 謊言是神賜給我們 熟靈祈禱的畫 不是一兩句 一二三四 是畫 祂求主給我們 有更多讚美的說話 因為讚美的說話 要從我們口裡出來 好不好 順便接受聖靈的大能 讓我們一同開聲 多謝主為今早做的 哈利路亞 為主天 天上爸爸 賜給我們和平的福音 賜給我們耶穌基督的名字 賜給我們聖靈的大能 賜給祂的話語 賜給我們隨時的能力的高末 聖靈的能力 主要與我們同在 可以醫病趕跪的能力 從死裡面復活的能力 勝過死亡的能力 勝過疾病的能力 勝過周座的能力 勝過所有黑暗勢力的能力 多謝天父 哈利路亞 給我們突破 給我們有福活自己的大能 在生命的思想 沒有東西可以難阻止你 主要願你今早發出你的亮光 和你的真實 帶領我們去你的聖山 去到你的居所 去到你的祭壇 將我們的生命獻給你 教會要獻給你 主要有一個走到那裡 見到那裡 做到那裡的 主耶穌說 周遊四方行善事 同樣使用我們這班人 叫我們周遊四方 作主你的美善的工作 主要將和平的福音傳給人聽 叫人不單止是聽到 他看到 看到十字架復活的大能 看到生命的改變 看到我們的家庭 看到我們的品格 看到我們代人節物的表現 主要看到主來復活的大能 改變生命 主要叫人有盼望 叫人有路行 叫人心裡有榮耀的盼望 叫我們的年青人有盼望 叫我們的家庭有盼望 叫我們的小朋友有盼望 在學校裡有盼望 在我們的家庭裡有盼望 在我們的城市裡 在我們的日常的居所裡 所有吃飯的地方 人會有盼望 我們的城市有盼望 會成為可喜可樂的城市 因為主在我們中間 復活的大能在我們中間 主要我們為香港自由自在的 可以傳福音 多謝讚美你 主要在很多地方 傳福音是沒有自由的 但是主要你給我們這地方 可以說什麼都可以 聖經怎麼說 就可以怎麼說 不用坐牢 主要多謝讚美你 求天父你憐憫很多國家 要不就不准人們傳福音 要不就傳福音的時候 有很多的限制 要不就是人們不明白你的話語 連教會都不傳你的福音 求主憐憫我們 叫我們有一個紀念 你是從死亂變福的主 而且你會再回來的 你怎麼在以色列地 傳了福音 跟耶路撒冷升天 有一天你說會再回來 審判活人死人 在地上再作王一千年 主要我們多謝你 我們會與你同在 今天我們預備自己 立下不起好的根基 預備將來 將來你回來的時候 我們在地上 仍然與你一同掌權 作王 直至到永永遠遠 願你得所有的榮耀 今天在復活的主日 全地的人都紀念你 你是從死裡面復活的 戰勝死亡 戰勝黑暗 所有黑暗的仇敵 已經被你打敗 仇敵在我們的腳下 活在我們的腳下 我們的腳掌所踏之處 都是你要同在的地方 你要得著的地土 將我們的腳掌 今次都踏到哪裡 去到我們的居所 我們的家庭 去到所有香港每一寸的土地 腳掌所踏之處 你賜給我們 賜給地上的教會 天是你的寶座 地是你的腳椅 主要你將地賜給世人 賜給我們 叫我們生養眾多 成為多族 遍滿這個地方 治理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將香港獻上給你 願和平的福音 今早早在這裡廣傳 奉主耶穌的名 阿麟 阿里路亞 好 大家請坐 告訴大家 其實圖都不同 是啊 感謝主 有些教會 不可以大聲祈禱 我們可以 我要給幾張照片看 因為我要報告一個好消息 我美麗的太太 星期五晚 預備了差不多八、九個月 她在家裡 預備了余月節的晚餐 她叫了我們的家 我的孫子 還有很多她很好的朋友 包括Keevan都在這裡 Agnes 和Andrew都在這裡 你看到 這些全部都是 有十個 差不多都是十歲八歲 有些十幾歲的 他們和我們一起 好像我的第五、第六個孫女 拿著麵包去服侍人 我們抹餅 我們守安息日 我作為丈夫 我專榮我的太太 然後為我的兒孫 要討告 下一張 然後所有其他的人 都和我們一起 有些年紀大一些 有些年紀輕一些 個個都可以參與 有些讀一段聖經 有些可能是 作一個祈禱 有些小到 有幾個是兩歲、三歲的 很可愛的 因為他們活在主的外裏 他們聽到大人在說話 你不要以為他們兩歲、三歲 聽不到 他們全部都聽到 全部都知道 如果能夠從小 我們就已經看到 我們兩、三代的人 可以同行 是個美事 下一張 我的孫 祈禱 為我們十幾歲的年紀 世代祈禱 是不是 有些朋友 很久都沒有見他們 帶著那些兩歲、三歲的療 和我們一起 我這兩個孫 是的 是的 我這個四歲 這個兩歲 懂得唱阿倫的 祷告 是說的 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The Lord make his face shine on you and be gracious to you 然後又說 The Lord move his face toward you and give you peace 全部都懂得唱 我兩歲多 對不對 差不多了 是不是還有沒有 還有 是的 我們慶祝整個生日 Hallelujah 你看 我們三代人吹角 幸好我的女婿 真的很大聲 不是孫子也吹得很大聲 我差不多是做樣子 但是也有聲音的 因為平時是很大聲的 怎料在眾人面前 怎麼吹不出聲 很有趣的 這個是我們服侍 那至少 我們將榮耀歸秘主 每個家庭都應該可以這樣 我太太真的預備了半年都不止了 經常跟我說 今天我想跟大家講 一個 待會再打個題目出來 其實今天我們活在一個 聖經說 彎曲撥茂的世代 不是這樣的 你應該看到這些 是很少的 很少 家庭可以是這樣的 我也不容易的 我也有很多爭戰 因為魔鬼最討厭這件事 他不想有一個正常的婚姻 他不想有一個正常的家庭 他有系統的破壞 所以我們在這個世代裏面 我們做主的門徒 我們要明白 神有一個創造 他有一個 救贖的計劃 是一個大故事 由耶穌基督開始 但耶穌基督在二萬五師的路上 他已經跟門徒說 你讀那些先知書 你讀那些摩西五經 你讀那些詩篇 全部是講我的 那兩個門徒都蒙叉叉 直到吃飯開飯的時候 一撕開麵包 一抹餅 原來你就是耶穌 為什麼你剛才跟我說話的時候 我心裡很亂的呢 所以我們需要神的話語鞏固我們 叫我們每一個家庭 每一個人都有聖經的價值觀 我的兒女有聖經的價值觀 現在我覺得我的孫兒也會有的 他有一個世界觀 因為他從小就這樣長大 而不是在聚會裏面 我覺得是家裡最重要 因為他看著爸爸媽媽 如果爸爸媽媽說的話 跟他做的一樣 他一輩子都不會改的 我的女兒說 我看到你們是怎樣的 我就照做 是這麼簡單的 但是神賜福了人類 他一做人 他就說 你們要生 又要養 要眾多 現在人們不生 又不養 但是不對的 神有福氣的 他說你騙滿全地 你治理這個地方 這個是耶穌基督最起初的大使命 其實不是馬太福音28章的大使命 是藏世紀第一章 就已經說了 神一做了人 就說 我有個任務給你 不如有個福氣 你要騙滿這個地 一個家庭可以騙滿 阿伯拉康生了兩個兒子出來 就騙滿了那個地方 所以我們要明白 原來這個大使命 原本的任務 而這個福音是從耶路撒冷開始的 他會再回到耶路撒冷 所以你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 不是每個人為耶路撒冷求平安 基督徒也不是 我發覺也不知道 有時候被什麼進入腦裡 一想起耶路撒冷不開心 一想起耶路撒冷不開心 想很多不開心的事情 是 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我們不明白 但是主叫我們做的事情很清楚 他說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 我們就說願你平安 大家先說願你平安 願耶路撒冷這個耶路撒冷的地方平安 昨晚 前晚我的女兒和孫兒都為耶路撒冷祈禱 為年輕人祈禱 為家庭祈禱 要知道其實我們經常說的 我們香港敬拜會其實比較明白 就是耶穌基督有個計劃 他的計劃就是教會 即著教會 大家先說跡著教會 有些人連這個四個字都讀得不太清楚 因為沒有讀《二不所書》三章第九和第十節 我試過了 叫四個弟兄在讀三章第十節讀出來給我聽聽 四個都讀不到 他講了很多道理 但是四個都讀不到這四個字出來 讀到第四個就笑了 原來我們不留心看聖經的 我告訴教會要留心看聖經 耶穌的計劃就是教會 他要跡著教會 他不是跡著政治什麼教育 或者什麼什麼 他叫天上執政掌權 因為有些權兵是屬靈的權兵來的 神創造的 能夠知道神百般的智慧 而教會是什麼呢 教會就是家庭 你見到那些 家庭是什麼呢 家庭是夫妻 是一夫一妻 這是最好的 父母親和兒女的關係 撒旦是日日很有系統的 每一個家庭 要破壞你兩個夫妻的感情 破壞你的溝通 所以你要明白他的詭計 你不要蒙茶茶以為 就是這樣 他要破壞家庭 但是我們要恢復 原本耶穌給我們的設計 天父給我們的設計 就是教會 就是家庭 如果我們不回到原本的設計 我們經歷不了這個福分 因此我們需要回到耶穌基督 起初和他的仕途 為什麼我們讀聖經 仕途行轉呢 他原本有條路 他有個做事的方法 我們才會明白 原來耶穌有個計劃的 然後仕途行轉 頭過三十年 教會的歷史 聖靈有個策略的 大家先說計劃 每個國家都有計劃 你私行的計劃有策略 香港現在政府都需要有策略的 不只是有計劃的 執行 使徒行轉裡面 聖靈說 你從借家到那家 這個是一個策略來的 不需要搞 這些罪會有就行 沒有就行 但是你沒有從借家到那家 你就陰間的權勢就勝過他了 但是如果你從借家到那家 陰間的權勢是勝過他的 所以聖經說 天要留住耶穌基督 就是我們讀 他有一天會回來 審判活人死人 但有一句聖經就說 他無法回來 留住 直到萬物復興 就是說所有失去的東西 恢復了 你知道有些銅、銀的 有時候髒了 有些洗銀水 或者一些粉 搓的 本來是很漂亮的 金是銀的 但是很烏烏烏烏烏的 但你搓一搓一搓一搓 恢復了 榮耀 原有的榮耀很亮 這個就是一樣 我們原本是有榮耀的 我們的家庭有榮耀的 我們的身份有榮耀的 我們所有的人走出來 就是神的榮耀 但失去了 好像一千元紙 變成爛草紙 但原本的價值還在 你多髒 你有沒有用過髒的人民幣 你七十年前 人民幣很髒 你都不想碰 但它就是 十元就十元 一百元就一百元 有榮耀 有價值在 但失去榮耀 所以主要回復我們原本 每個人 每個家庭 就好像初代教會 頭三百年 是有榮耀的 簡簡單單 但是羅馬的軍官 就頂你不順 你這樣的 你們的生活 我也想要 所以今天 如果按照我們 一個家庭的秩序 家庭的原則 來到管治的教會 是陰間的權勢不能夠勝過的 所以告訴隔壁 從這家到那家 陰間權勢不能勝過他 最近這三年 我們學習耶穌基督的首要原則 就是這些基礎 不是說我上過這一堂 不是 是基本的原則和道理 內化在你心裏 你睡醒覺 突然打電話給你 明白嗎 教會的計劃是什麼 耶穌計劃是什麼 教會 教會是什麼 家庭 睡得了 你內化了 不知說 讓我看看第一課 第三冊書 不是的 《聖經》哪裡說 最好是看 但是 我們建立了這個基礎 接下來這三年 我還會和大家有掌握聖經系列 詳細的 真的讀每一卷書 每一本耶穌的福音書 每一國寶羅寫的書信 我們更加鞏固地建立弟兄姊妹 因為如果人做不到門徒 建立不了家庭 你就建立不了教會了 你建立不了教會 是不可以影響社會的 教會才可以影響社會的 我們不可以被社會影響教會的 Amen 上一課 我在這裡講過 有以利亞的心字 大家記不記得 以利亞的spirit 有以利亞的先師的靈 和能力 但我又講了一個人 還有一個種人 還有一個勢力 叫阿瑪力 大家有沒有記不記得 阿瑪力是一個人 本來 其實是以素的孫 但他一直在世代下來 他生了一種人 他唯一存在的目的就是 要殺猶太人 毀滅以色列 只有一個目的 今天仍然有這種人 所以我們要知道 有這個屬靈的勢力 今天我要講的是以利亞 不僅是我們這班人 以利亞的世代 整班的人 還有一個人叫耶洗別 有沒有俗信經讀過耶洗別 我從來沒有講過這個人 我從來沒有講過這堂道 不過主要我講 我都有點難的 但我都要講 最近 Wing King說了 一堂道 不止兩堂三堂 他說人要獻禮物 如果舊約 要獻禮物給神 要靠祭司 祭司雖然是很特別的 一個種人選了出來 但他還要洗涼 洗乾淨的涼 然後穿一些衣服 一些細麻衣 特別的料 有個身份 他每天去祭壇裡面 木去燒一些東西 然後放一些香在上面 或者在大的地方 燒牛、羊 燒光 變了灰 他就告訴我們 壇上的火 不可熄滅 大家一起說 壇上的火 不可熄滅 這當然今天代表 教會 我們祈禱 我們的生命 不可以死火 是天天要黃 是要挑黃 祭司要穿上細麻衣 走路也要小心一點 祭司的腳還有一個鈴鐺 如果不生性 就這樣犯罪 就在神的面前 就死掉了 死掉了 沒有人知道 還要拉出來 進不去 這是很大的事 那些灰 永遠提醒我們 變了灰 最寶貴的東西 變了灰 灰要拿走 拿灰的時候 要換衣服 不要用細麻衣 來拿灰 思想一下這個 今天我想跟大家說 有一個很厲害的憲制的人 就是以利亞 我們說了 有一個這樣的人 有一個先知 他有件事 在歷史上沒有發生過 之後都沒有 因為有段時間 以色列的皇帝 所有的人 他不是拜耶和華神 他是拜最邪惡 最好可 好恐怖 好可憎的偶像 其中一個人 就叫做阿哈 一個皇的老婆 就叫做耶洗別 耶洗別 他養了幾百個先知 拜巴力和阿謝 拉邪神 今天我想跟大家說一說 用獻祭 因為他和那四百五個巴力的先知 你有獻祭 看看你的神是真 因為我的神是真 最終顯明了獨一的真神 是有了道的 這個故事和我們今天講的有關 我們想一想 如果我們今天要過聖結的生活 我們要做君尊的祭司 有什麼會難助我們過到這種生活呢? 很多勢力是難助我們要過聖結的生活 這些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是熟靈氣的 你眼看不到的 因為我們有一個爭戰裡面 我們爭戰是與執政的、掌權的 powers and principalities 就是說管轄一個地區的 有很大力量的 管轄這個世界的地方的 執政的、掌權的 管轄這個幽暗的世界的 第三層、第四層 是熟靈氣的惡魔 大家一起講熟靈氣的惡魔 這不是搞妖我們嗎? 比較低層次的 但是人人都搞那些 這些是《二不所書》說給我們聽的 有一堂我講 雖然亞馬力的人過了身 但是他生的兒子 遺留下來的一族人 世世代代代都跟以色列人打仗的 而且很麻煩的 他們是要毀滅這群猶太人的 那麼亞馬力的靈呢 其實我們說 它是一個靈界的力量 到今天都仍有的 他簡單的任務就是 要敵黨神的計劃 我們要知道 什麼是敵黨神的計劃 神有一個計劃就是 有個猶太人叫耶穌 他有一天還要回來在耶路撒冷 是這麼簡單 要不要有以色列國 昨天我也有個弟兄說 現在的是不是聖經講的以色列國 都要爭辯的 1948年的定這個國家 是不是我們 他說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但是千多年都沒有 現在有了 那麼你們就說 什麼來的呢 到底為什麼教會會憎恨猶太人的呢 這是一個思維來的 為什麼基督教會和天主教會 到1965年才說 猶太人我們不討厭你了 我們不當你是敵人了 我們不當你是敵人了 這樣做了千多年 這是什麼來的呢 為什麼會有反猶太人的運動呢 為什麼會有基督教的替代神學呢 說基督教會已經代替了猶太人 他們被神咒座了 所有福氣臨動我們 會這樣想的 很多人寫書 神學家都這樣 不過在1948年之後 很多人是正在改的 這個勢力 世代以來難了 其實最初是難了耶穌來 現在他是難了 耶穌再回來 你想想 另外一個勢力叫爺勢別 就是這個 這個女人 Jezebel 她出現過 聖經裡面是兩次的 一個就是阿哈王的老婆 是一個皇后 另一個就是啟示錄 一個假的女仙姿 但這個是代表 另外一股勢力 她要破壞耶穌基督的計劃 是一些屬靈的力量 你眼看不到 但是天天在運行的 她這個運行的目的是什麼呢 我自己最近留意到 她真的最針對 就是耶穌基督教會的領袖 她不單止毀壞家庭 不單止搞壞這個社會 她要毀壞 教會屬靈領袖的生命 還有她叫整個基督教會武力 我們現在看看 這個伊利亞 他如何 令到敵黨這一班 像我們今天這樣 譬如我們香港有四百五個 拜天后的很厲害的祭司 教會只有一間 他們到處都是天后廟 伊利亞的時候 她就說 看你天后廟也靈 還是我耶穌也靈 他們就叫了一班人 來聚集 待會我們讀聖經 這個人 敵黨這個皇后 因為皇后影響了皇帝 皇帝是羽若無力的 不說話的 皇后說 你這麼傻啊 你是皇帝 悶悶不樂 她說那個葡萄園 那個什麼人 比我那個還大 人家是她的 她的老婆說 你傻的 你是皇帝 你為什麼這麼生氣 弄死她 就可以了 找壞人說她壞話 然後拍一些假新聞 判了她死刑 拿了葡萄園 這樣 我們看看 以色列皇帝 有一兩三個 以色列的皇 代表神管理的百姓 第一個 有人有沒有聽過 所羅門王 大家都聽過 最威的 是不是 如果說歷史上 大衛當然就是 神經常贊的 合我心意 他死了之後 神都說 好啊 給這個所羅門做 所羅門年輕的時候很聰明 神向他顯現兩次 第一次他跟神說 他說我年紀很輕 我要管理這麼大的國家 請你給我智慧 神說 Good boy 你又不求財 又不求長命 又不求什麼 又不求什麼 你求智慧我給你 不過你沒有求的 我全部都給你 所以他在歷史上 是最多錢的 40年四景太平的 每個人都想看看 他的皇宮如何管理 因為他 他的學問多多 他除了詩詞歌父 那些酒獸 飛鳥 所有的動物 所有的植物 他全部都作書 他很有學問 不過他除了這些學問多 智慧多 他老婆很多 可能他老婆只有一個 但是聖經說 他非不是笨 非都有七百個 即是那些 甚麼糧糧的 都市公主 還有笨 笨是三百 即是非笨加上一千 我不明白他怎麼搞 他怎麼記得這麼多名呢 聖經就說這些非笨引誘他 他隨從別的神 不效法他父親大衛 誠誠實實的 信福耶穆華的神 你知道嗎 所羅門做甚麼事嗎 因為所羅門 隨從西頓人 即是Taya and Sidon 或者Sidon 西頓人 即是現在黎巴嫩 那附近 那些聚地下的地方 西頓人的女神 阿斯他六 有個女神叫阿斯他六 另外有個可憎的米勒公 所羅門行了神 眼中看為惡的事 效法他的父親大衛 專心跟隨耶穆華 而所羅門不單止這兩個 他還為摩押 The Moab 他為摩押的可憎 Disgusting Idol 這個聖經講 叫做基末 和阿門人的可憎的神 摩洛 摩洛就很恐怖了 因為是要獻小孩給他 用火來燒的邪神 你知道聖經是 你還沒記得說得很清楚 摩西 你要告訴以色列人 凡是以色列人 或者在他們中間寄居的 如果將自己的兒女獻給摩洛 總要治死他 本地人要用石頭打死 我要向這個人變臉 將他從民宗剪除 因為他將他的兒女獻給摩洛 爹毀了我聖所 洩足我聖命 那所羅門就做壞了那個榜陽 那裡那些黃都沒有什麼好的 可否有人叫做暗尼 大家一起說暗尼 暗尼 暗是暗尼 是暗尼 暗是暗淡 暗是尼一個尼 暗尼 這個黃又行 以眼中為惡 比他先前的獵王更差 他行了尼伯的兒子耶羅波安所行 因為所羅門一死 他的兒子叫羅波安 他有個仆人叫耶羅波安 神就說 既然你離棄我 你不拜真神 你拜假神 以色列十二個支派 有十個我從你手裡拿去 給你的工人做王 就是這樣 所以以色列有十個支派 在北邊的 以撒馬利亞為首都 剩下兩個支派 大家知道哪兩個支派嗎 大衛 大衛那個支派 就是猶太支派 還有這個便雅文 就是 耶穌主說 剩下兩個 要有燈火在耶路撒冷 但你們呢 其他十個 他們不會再聽你說的了 所羅門那些大衛家 所以呢 他激怒了 激怒了神的怒氣 暗尼後來就死了 葬在撒馬利亞 暗尼的兒子 你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阿蝦 大家聽說阿蝦 阿蝦就暗尼的兒子 比他老爸更壞 他就接觸他作王 做了二十二年 好了 我們看一個聖經 第十六章 烈王記 這裡 大家讀一下 大家讀一下 那些壞事也好 讓你知道 為何會有些壞事 有些個皇帝 大家讀 六暗尼的兒子 阿蝦 幸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比他以前的烈王更甚 所犯的罪 他還以為兄 又娶了西頓王 揭巴力的女兒 也洗別為妻 去侍奉 敬拜巴力 他就在撒馬利亞 就見了 這些 為巴力獻壇 阿蝦又做阿蝦拉 他所行的 耶和華以色列的怒氣 比以前 以色列的諸王更甚 這些就是阿蝦拉 即是那些象 或者那些廟 巴力廟 還有這些女神 它是用樹木 挑為一個 軟的東西 就叫阿蝦拉象 或者阿時他綠 都是那類的 巴力 摩洛 全部都是這些神 其實上一張 看我的圖也很恐怖 你要知道 巴力 摩洛 是要獻祂自己的長子 這樣才可以得福氣 很恐怖 是火力 好了 這裡說 耶洗別這個女王 有個軟弱無力的丈夫 叫阿蝦拉 但是這個女人 就教她 你要拜這些阿蝦拉 這些神 和我一起做 搞到整個國家 不經拜神 很多奸淫的事 很多拜偶像的事 但是 神興起了一個人 叫做 伊利亞 伊利亞 就知道了 因為耶洗別殺了耶和華的先知 殺了 他自己也有個家宰 病了很多神的祭司 其實在每個世代 你多邪惡也好 神保留了一班人 有些人會病了 有些人在做事 大家如果有讀啟事錄 這個叫做耶洗別 在啟事錄裏 有另一個很淫邪的人 第二章裏 也是叫做耶洗別的 女先知 引誘那些領袖 犯奸淫 然後也是拜偶像的 但是啟事錄第十七章 有一個在末後的日子 影響全世界的 你知道 世界的系統 聖經叫巴比倫 第十七章裏面 聖經說 奧秘哉大巴比倫 作世上的淫婦 和一切可憎之物的無 他說 這個巴比倫 或者這個是一個大的淫婦 或者妓女 原文是mother of halots 就是說所有妓女的母親 這個是最大的一個淫婦 Halot的字 就是pornay 或者pornos 就是現在pornography 色情這個字 就是來自這個字的 所有男妓女妓 所有淫邪的東西 包括這個字 聖經說 現在全地 除了這個 你知道啟事錄裏面說 將來的社會 會出現一些 有個大淫婦 其實在世上 現在 夜洗別的靈 就是彰顯了 在這些東西裏面 其實今天泛濫在全世界裏面 影響了很多很多人 就是色情 那叫人 思想污衛 邪蕩 很容易就掉下去了 而夜洗別 它背後的靈就是誘惑人 操縱人 它叫人不能夠得自由 還有其他幾樣東西 其實墮胎都是他們搞出來的 你知道巴歷那個 其實都是要殺小民仔的 今天其實墮胎是一樣的 一樣是將有手有腳有頭的小民仔殺的 所以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還有同性的運動呢 不生子的運動呢 所有色情呢 所以這些 在夜洗別做皇后的時候 但是有 我們感謝主 我們有以利亞 喂 我們大家一起說 感謝主有以利亞 有一個人都可以的 有一個人就說 這些不對的 不應該這樣的 那個是皇帝來的 不過以利亞是特別的 以利亞就是可以 他說 聖經說 他與我們一樣性情 所以告訴隔壁的人 他與我們一樣性情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 他是人來的 不是嗎 不過他真是信主 所以一個真是信主 和不是真是信主的人 是有分別的 我要做真是信主的 不是因為特別厲害 我要真是信主 你告訴隔壁的人 我真是要信主 認真信靠主的 以利亞有很多缺點 我看他是 但他是真是信主的 他叫天不要下雨 三年不下雨 他叫天 那些很兇的人 你找火辣他 火又是天狂 我真不知道他是什麼人 這個 皇帝也怕他 但他也是普通人 他挑戰 打敗了巴力四百五十個先知 現在我們看他的聖經 後面連夜洗別也殺了 還有主說夜洗別沒有好結果 他會被人振到抗野給狗吃 那就是發生了 但是 以利亞做了一件事 他將神的子民的心 再一次帶回來 因為 我們一定要有股力量 將人的心 帶回到神那裡 我在家為何要做這些 我一定要和我的子女和孫 我們說 我們的心要轉向神 我們日日夜夜都要轉向神 這個不是聚會的工作 是日日夜夜的 以利亞就是預備 尼賽亞來 你知道他是先鋒 他行在主面前 主說我要復興萬物 有一個人就來了 這個其實就是 舊約的先知 馬拉基華 主一定會猜派一個以利亞來 猜派先知 其實是來過的 以利亞打這個先知 對不對 由於最後 就是讀聖經 你讀到馬拉基書 有沒有讀過馬拉基書 大家想說馬拉基書 你讀舊約 聽到沒有 只剩下一頁空的就是馬拉基書 馬拉基書最後有兩句 他說 在最後的日子 主一路猜派以利亞來 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 the heart of the fathers 有眾數 fathers 他說the heart of the fathers 要轉向兒女 這個是舊約聖經最後的那句 兒女的心要轉向父親 免得主的就座遍地 這個是發生了的 因為那裡說 fathers的原文 其實就是for fathers 即是先祖 其實就是講以色列的先祖 就是阿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那幫人 神說 在末後的日子 他們的心會轉向神的兒女 就是好像 你知道 今天我們的福音 我們中國人 為何會有福音傳給我們 猶太人傳給我們 寶羅是猶太人 寶羅和彼得要傳福音 不是猶太人 很艱難的 但是神說你的心轉向他們 所以我們今天聖經說 the heart of the children 要轉向the fathers 所以同樣 基督的教會 都是神的兒女 這些兒女的心 是要轉向我們的先父的 其實就是說 我們的心要轉向猶太人 不是說他政府有什麼好不好 但是你一定要祝福猶太人 他是我們的根源 他是我們的父輩 你要他的心願轉向他 那麼這裡 他們將福音傳給我們 我們又要將福音傳給他 因為現在 這幾十年 猶太地有很多人信耶穌 他是Messianic Jew 你改變不了他 他是猶太人 但是他有尼賽亞的猶太人 所以告訴我 我們都要紀念他們 傳福音給猶太人 說吧 耶穌有一天在山上 我講的唐道的時候 他不是在山上變化樣貌嗎 跟他在一起的是哪兩個 伊利亞和摩西 彼得那群三個人就看到 為何在耶穌身邊 在山上有兩個人 其實就是伊利亞和摩西 跟他一起談 將來要發生的事 預備耶穌要釘十字架 要升天 將來的事 伊利亞又在 摩西又在 比特是否亂說 比特亂說 當然是說 阿Sir 可不可以做三座棚 一座為你 一座伊利亞 一座摩西 做三個大的聚會 萬人大會 好不好 我們很喜歡搞這些任務 或者節目 神不是叫我們搞事情 神 你不要搞那麼多 聽耶穌 不見一人 只見耶穌 所以告訴他 聽耶穌 我要聽的 因為很多人搞很多聚會 你未必聽到耶穌 你搞很多運動 未必聽到耶穌 耶穌就是這樣 他就說 伊利亞來了 他告訴基督徒 伊利亞說 伊利亞說 我要來的 你知道猶太人今天 好像我們剛才說 看的照片 每個禮拜 安息日 抹餅 他有幾個酒杯 他有一個 第五個酒杯 就是給伊利亞 所有猶太人都等 伊利亞 在他們的救主 因為他們還在等他的救主 他在救主來之前 伊利亞會來的 那些小朋友 兒子喝杯 吃餅之前 會去門口 即是他的習慣 兒子 出去看看伊利亞 有沒有來的 是這樣的 每個猶太人的家庭 都在等伊利亞 但他不知道 耶穌這個救世主來了 所以他們有一點心眼 有一天 以色列 全家都會得救 因為外邦人的數目會添滿 所以在山上 我現在還沒有說這些 你不要這麼快說這些 不過我沒有所謂 先看著 我都不是說這些 我先說耶穌 因為我說耶穌 他說 有施洗約翰就是伊利亞 施洗約翰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因為他橫跨了 舊藥的世界和新藥的世界 他告訴我們 神的國降臨了 很重要的 因為耶穌說 舊藥有很多先知的 伊利亞、摩西亞、撒加利亞、耶利米 很厲害的 是不是 沒有一個大過施洗約翰 施洗約翰 施洗約翰都大過他們 不過 天國裡面 最小的那個 我的孫子那些 大過你 施洗約翰 因為我們有神的國 所以你告訴隔壁人 你大過約翰 你的身份很重要 因為舊藥過去了 成就在新藥裡面 耶穌要說的 福音書 耶穌就說 這個約翰 必有伊利亞的心智 所以我們整個教會 要有伊利亞的心智 專一的 要人歸回神的 不要搞邪的事 行在主的面前 行在主的面前 這裏不是父親的心 它叫為父的心 大家要說為父的心 這裏不單止是先祖的心 轉向我們這些兒女 是為父的心 是父的心 所有做男人的 做爸爸的我們的心 要轉向我們的兒女 這個是重要的 因為決定性是男人的 男人會悔改 女人就脫腐海了 女人是比較容易的 真的 你跟姊妹說 你們會脫腐海的 因為我會悔改 我們一改 我們的子女又會改 這裏聖經說 叫為父的心 轉向兒女 然後呢 又叫 勃逆的人 轉向兒人的智慧 為主預備 合用的百姓 所以我們是要 預備大家的 我們都要成為 主合用的百姓 所以告訴你隔壁我聽 你是主合用的百姓 這個心字 今天是在教會裏面的 可以給我一口水嗎 今天好像很生氣 現在已經出汗了 這樣呢 這一股力量 是否在教會呢 是的 我們要聖過仇敵 我們要主 我們要這種的心智和能力 我們要抗拒這些黑暗的勢力 與你在地上一同的作王 那摩西亞 伊利亞 和這些呢 特別是耶穌基督 其實它代表了一樣 就是把三個角色 放在同一個人身上 你要知道伊利亞比較特別 它有憲制的 它是先知 但是它有 它立那些皇帝 以色列其實它是 它管理的 屬令上面 它治理這個地方 所以它又是先知 又是祭司 又是君王 大家可以說 先知 君王 祭司 耶穌呢 有三個和平的君王 他當然就是 他就是 他就是王 他也是 聖經說 神要興起一位先知 好像摩西一樣 指耶穌基督的 那麼 耶穌基督就集了 先知 君王 祭司三個角色 先知就是代表神 向人說話 祭司就代表人 獻禮物給主 然後君王就治理 但是今天耶穌基督說 我將所有權兵給你 所以 你們三個都要做的 你要將人 帶到神的面前 你要將神 帶到人的面前 又要 治理你的家 治理你的教會 治理你的社會 所以你告訴隔壁人 你治理 你治理 是啊 所以這裡 我們的身份 但有個身份 你要知道 我們已經與基督一同復活 一同坐在天上 所以 我們的身份是很特別的 雖然那隻腳在地上 但屁股在天上 以書所書二章六節 他說你的身份就是 你知道法官 最高 有時候法院的法官坐得很高 他說你的身份就是坐在那張椅子上 皇帝也是高一點的 我的身份就是與基督一同坐在神的寶座 所以他的身份不是說你的人 這個人仍在地上 但你為何懂得祈禱呢 你為何可以傳福音呢 這是權兵 你一說出去 那件事會發生的 你悔改 那我就悔改 我跟我爸爸說 你要信耶穌 公元二千年六月三日 我還記得 你要信主 他說 好啊 事後到了 他順服這個權兵 我爸爸也有權兵的人 我說你有權兵 但你沒有宿令他權兵 你要不要宿令的權兵 他說要 你祈禱吧 他說好啊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是有權兵的 教會就是藉著這件事 要管理這個世界 但是是靠家庭的 大家可以說是靠家庭的 我們必須靠家庭的秩序 的原則 養育我們的兒女 管理我們的教會 影響我們的社會 夜洗別 這個就是代表這個 幽暗世界熟靈氣的惡魔來搞亂我們的家庭 搞亂我們的社會的一股勢力 他透過很多情慾的東西 引誘我們 叫人在道德上面亂了 其實混亂今天是一個很清楚的工作 他不需要做很多的東西 但是他叫你混亂就可以了 所以道德上面 我們一定要有清晰 我們不可以說 隨便吧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不可以隨便的 聖經是沒有隨便的 兩樣的料都不可以有 就是要順的那些東西 你怎樣教育你的兒女呢 我們需要聖經的原則 不是規矩 不是規則 是原則 原則你強 你生活就懂得形容 今天有一股勢力叫夜洗別的靈 就是這個 他敗壞教會的 他敗壞教會 你知道近年有幾位 很得人尊敬 全球講聖經最厲害 叫人祈禱最厲害 然後教了幾十年 很有神的同在 幫助千萬萬的人 但是在他的日常生活裡面 原來他有這些性方面的敗壞 這個不是普通 所以是甚麼來的呢 所以我們要對付這些東西 到底他為甚麼會敗壞 因為你敗壞一個教會領袖 影響很多人 但是這個是魔鬼的工作 我們不可以不祈禱 所以祈禱會 祈禱會 祈禱會說 祈禱會保護領袖 保護領袖 你要為我祈禱的 我一個普通人 你看二利亞 他是普通人 不然有特別任務 他不擅長我們 所以我們怎樣教我們下一代呢 怎樣可以叫他跟從神呢 原來是從爸爸開始 從家庭開始 從領袖開始 《創世紀》19章19節 我經常都看回 18章19節 神說阿巴拉罕 我答應你 你一個人變成一個家庭 你一個一個大的國家 不過有一個條件 就是你一定要教導你的兒女 遵行我的道 並公行義 如果你不敢做 是不會發生的 這樣就說的 你知道18章之後是說什麼嗎 索多馬俄摩拉罵 立刻接觸 18章是說 神要祝福以色列這個家族 成為一個大的國家 不過你要教我的話語 立刻那一章之後 就是索多馬俄摩拉 同性亂亂到不得了的 神就要說 我也要毀滅這個了 所以就出現這件事 好了 我現在真的看看這個 戰勝巴力仙師的聖經 我想大家思想一下 他是一個很威的仙師 阿哈 害怕他的 但是這個仙師不知為何 怕爺洗別的 好特別的 他一祈禱就是火來的 他有很多神職其事的 在神很威猛的 但是他不知如何 殺了這些邪神的先知之後 應該是屬靈的最高點 但是他突然間被一個爺洗別 會突然間憂鬱呢 一個屬靈的偉人 為何會突然間想自殺呢 所以你不要覺得有些人說 為何會有憂鬱呢 這是屬靈的事 好 我們看看聖經的十八章 這裏就是以利亞說 現在你所有的人 猜獻人招聚以色列的人來 又招聚侍奉巴力邪神的四百五十個先知 並爺洗別 他又供養了另外侍奉阿瑟拉的女邪神四百個先知 他們全部都來加密山去見我 阿哈這個王猜派人 好 以色列人在左邊 好 巴力先知在右邊 那伊利亞就跟他講 以色列人 你們心持兩義要何時呢 為何你要把心不定呢 若耶和華是神就當信從耶和華 若巴力是神就當信從巴力 眾民一言不得 你知道那時候因為領袖敗壞了 子民就是敗壞了 如果父母不好 你子女是難好的 所以教會都是一樣 如果領袖出了問題 子民怎麼辦呢 所以巴力先知在一邊 那他們以色列人就在另一邊 那伊利亞就說 好 他就覺得他自己孤單一人 這個是他的問題 他作耶和華先知指淨我一人 巴力先知他有450人 他這樣說 給我們兩頭牛 巴力先知可以先選一隻 切到一塊塊 放在柴上 不過不要點火 我就要另外一個頭牛 放在我的祭壇 不要點火 然後你可以求告你們 神的名字 巴力神 求告他 我又求告天上耶和華神 那降火應驗的神 就是神 眾文都回答 謝華神 那伊利亞呢 就照以色列的支牌 有幾個支牌 十二個支牌 拿十二塊石頭 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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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就 放好柴 將那些牛肉 一塊塊放在柴上面 然後特別跟別人說 你拿四大桶水 倒滿柴 倒滿那些肉 倒滿那些濕 倒四大桶水 倒到周圍的坑渠都充滿了水 這樣就好了 然後大家就 這些巴力的仙子 巴力神 巴力神 從早上喊 喊到下午 喊到中午 喊到下午 喊到很累了 有些就說 不行了 我想要砍一下自己 用刀砍一下 有些就剝光珠 搞了一輪 以來就說 哈哈哈哈 你這個神 可不可以睡了 這樣 就這樣笑他 他都很夠僵 所以他就笑他了 到了十八章 到了 天晚祭的時候 夜晚一點 以利亞先知 就走前來 他就祈禱了 他說 阿伯拉罕以色列的神 耶和華 求你今天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 也知道我是你的伯人 而且奉你的命行者一切的事 耶和華 求你應吻我 應吻我 使謝民知道你耶和華是神 又知道是你叫這個子民的心迴轉 於是 耶和華就降火下 燒盡了所有繁製的肉 柴 石頭也燒了 變成灰 燒乾了坑渠的水 中文看見 就俯伏在地上 耶和華是神 耶和華是神 那時候就威了 我看到還有很多的油畫 哇 那時候那幫四百五個就真是慘了 因為他們沒有地位 那些耶和華人 砍他們的頭 殺了他們 好了 下章了 在這樣的事情發生了之後 發生了一個很奇特的事 就是一個極大的勝利來的 對於耶和華人 他才打贏了 神是他們當中 你知道原來有一股勢力 其實還在影響著 這個耶洗別 耶洗別 這裡就是阿哈 他老公 以色列王 將以利亞一切所行的 還有他用刀殺了眾先子的事 都告訴耶洗別 因為他回到皇宮說 這次大件事了 皇后 我們死完了 我們那些巴力先知 那這個皇后就說 嗯 那她 嗯 那她說 你找人去見這個耶利亞 你告訴他 明天這個時候 如果 你不像這幫人這樣 死給我看 神罰我 這樣說 說了一句話 那那個仆人 就走到耶利亞那裡 照樣手勢說 他說 女皇說 明天 這個時候 如果 你不死給那幫人看 一樣 你死給我看 如果你不死 神罰我 嗯 這樣 一句話而已 所以我到現在都 不是很明白 你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嗎 聖經說以利亞 見到世色不對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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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為什麼 他突然間 他的眼睛 他真的是憑眼睛 你知道他做人 其實不是憑眼睛 他見到世色不對 見借光景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做人是見光景 所以你告訴他 你不要看環境 環境是嚇驚人的 但是心境是你控制的 我基本上什麼環境 我都哈利路亞的 環境我控制不了 現在就很麻煩 搞不定 但是我的心境 就說我要哈利路亞 這個是我控制的 所以你告訴我 環境你控制不了 心境我控制的 你只是在口裡 哈利路亞 就已經是 這個是心境的東西 你祈禱的 我和太太一起祈禱 我祈禱也不是很想祈禱 但是我只想祈禱 我覺得問題也很小 我突然覺得神很偉大 我都沒有開口祈禱 問題已經變得很小 所以見借光景 你有沒有看過光景 他在做什麼 喜來逃命 他真的走 他走啊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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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去別市巴 我也去過別市巴 那 曠野 自己曠野 走了一日路 沒有東西吃 累到不得了 坐在一棵松樹下面 你知道他怎麼樣嗎 他說 主啊 我說 算了 其實他都做先知 做到累累的 你知道 我們做主的牧人 很多時候都累的 這樣出現都累 就說 主啊 算了 收工了 我不如死去吧 你拿了我的命 拿回來 他就發爛 我不如死去吧 因為他開始說一些 我們有時候都說的 我不勝於我列祖 他就說 我做先知 人家做先知 我做先知 也不是人家的先知 他跟別人比較 千萬不要跟別人比較 你又千萬不要把你老公 跟別人比較 你又不要把自己跟別人比較 不能比較 因為各有前因 莫善人 你以為看他很容易 你看我好 我多艱難 你怎麼這麼說給你聽 你看我好 我看你好的 各有前因莫善人 不要比較 他一比較 他說我不勝於我列祖 這樣就出事了 他憂鬱了 突然掉到洞裡了 還想死 然後還說一些 他不僅在那裡病 神就找烏鴉 擔了東西給他吃 他還繼續走路 神也照顧他 這個神是無味不治的 告訴大家 他是無味不治的 伊利亞 需要貼地 還要找烏鴉 貪肉給他吃 給他喝水 所以你不用怕沒有水喝 沒有肉吃 不用怕沒有飯吃 醉到最後他一定 他給你 這裏又到了晚上的時候 他找了一個洞 你知道男人很喜歡捐洞 然後有問題發現的時候 他就說 最近的洞在哪裡 他就會走去生病 他會逃避 我也是這樣的 我叫他看看 你不要教我 你不要教我 我就找了一個洞 我捐進去 我以為捐進去的洞 沒事 進去的洞 主就 他的說話淋到他 伊利亞 你在做什麼 他就說 他重複說了這段說話兩次 你看聖經 完全一樣的劇本 他說 我為耶和華大發熱心 因為主 我為你大發熱心 以色人背起了你的藥 毀壞了你的祭壇 用刀殺了你的仙師 只剩下我一個就住 他還少拿我的命 他就這樣說 他說這個劇本 每次都說 只剩下我一個 我們有時候在教會服事主 都覺得 最聰明就是我的 你哪裡可以 你為什麼不讓我 我來 我來 我做開 你千萬不要這樣想 好了 然後 他就在洞裡說了這個說話 主就跟他說 你出來 你出來 你出來走 出來 不要在洞裡 站在山上 在我面前 他就去到主的面前 聖經就說 耶和華在他面前經過 你要知道 主在你面前經過 其實我們今天 很多時候 主在我們面前經過 今天敬拜主 其實主也在我們面前經過 你不要風吻有他 你要親眼見他 這個就像若白一樣 以前我風吻有你 不過現在我親眼經過到你了 耶和華從那裡經過 在他面前有裂風大俗 崩山碎石 耶和華卻不在風中 風後有地震 嵩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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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嵩 耶和華不在火中 不過呢 經過這三樣崩天碎石 大風大大火之後 主有微小的聲音 大家要說微小的聲音 我每次讀到這個 我的心都很甜 主啊 你真是好 你久不久 就會跟我微小的聲音說 句話我就OK了 我不需要你大聲說 主口細聲 見到耶利亞 用衣服蒙上臉 站在一個洞口 聲音就跟他說 耶利亞 你在做什麼 他又說同一件事 說大發熱心 因為耶利亞背起了你的藥櫃 壞了你的壇 又用刀殺了你的先知 現在只剩下我一個人 他們還要尋索我的命 重複說了兩次 其實主說 你以為我不知道嗎 好了 下一張 主跟著就跟他說 這個是我們每個人都要照做的 就是耶穆說 神跟他說 你回去吧 你病了 做什麼 回去 回去 在抗爺那裏 回去大馬式 去到那裏 有三件事要做的 第一 你要找這個叫做哈舌的人 他現在會做阿蘭這個地方的皇帝 你去高梅他 你去到他面前 他就知道了 高梅他做皇帝 第二 有一個叫耶穆 耶穆也是很勇猛的 這個人 後來又殺了更多拜邪神的人 你高梅這個耶穆做以色列的皇 他比較好些 然後第三 他說 你身邊不是有一個耶穆的嗎 他說 是 你高梅他 接觸你 做以色列的先知 這裏就告訴我們 其實神 還有說話說的 他說 你以為你自己只有一個人 你很聰明嗎 你一個人做先知嗎 我 不如大家一起讀 但我在以色列中 為自己留下七千人 是未曾向巴力屈塞的 未曾與巴力親聚的 我想這個耶穆知道一點 不知道一點 因為耶穆身邊有叫 有一個先知的門徒學校 先知的兒子的 很多人的 但他不知道原來還有七千的人 像他這樣 不親近巴力的 不會向他屈塞的 敬拜神的 聖經裡面說的這個耶穆別 其實我們要知道今天 為何一個這樣的宿命 偉人被一個女人說一句話 會影響了 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是女人 你要為你的老公想一想 你不要以為他天下無敵 他是走生無力的 他有些事情你要為他祈禱的 你要保護他的 還有有些事情是沒有人幫到他的 是你才幫到他的 你想一想 耶穆別的靈 他要摧毀屬靈領袖的 不單止是他的家庭 他要摧毀他作為領袖的生命 以及叫基督的身體軟弱無力 特別我們現在年輕一代 是被這些靈俘虜了 我真的為特別在歐美社會 我是很心痛的 我覺得是很慘的 因為將他們的心智摧殘 將混亂帶給他們的特別性別認同 香港其實我們現在是剛剛開始的 你不可以想像 或者你們去外國 你要知道 現在美國 最近的統計 最近的 18歲至25歲 你知道嗎 叫什麼 Gen Z Generation Z 很多代人 現在去到18至25歲的人 他們的調查 他們的30% 我是認同同性戀的 不知道什麼是好的 LGBTQ 我認同的 現在還有一個 我覺得是 我不能夠理解的 就是美國 醫學界或者政府 他說性別的認同有72種 起碼72種 其實有些人數到有90多種 你要知道 神創造人 聖經是 我昨天才看 我再看 神按他的形象 做人 做男 做女 而且他有很多規矩 他說你不要撈亂他 有些事情可以做 但有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 婦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 男子不可穿婦女的衣服 因為這樣行 都是耶和華 你神所憎護的 這個當然 既然舊約 律法是這樣的 但其實神是很清楚的 性別 不要亂 不是說是衣服 有些事情會 你被人看到 你撈亂了 不要撈亂 一性別認同 混亂 就失去 神原本創造 你爭取 你要不要 原本的設計和福分 你可以選擇不要 巴力 拜巴力 就不要 耶水別 不要 不要 啊哈不要 他意識你的王 他不要 所以 當人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混亂了 有時候我看一看 我完全不明白 性別 有無性別 有良性 有雙性 有雙性 又有順性的男人 順性的女人 又有流性 又有非常虧性 有性別傳移 就是完全是不男不女 又兩樣都有些 又間中又調轉 有七十二種 英文很複雜 全部是術語來的 我們最近有些年輕人沒有大學 要選七十幾種性別裡選一種 我不知道要怎麼教 如果在我家裡 我要這樣 所以 你會明白 以利亞就是叫為父 就是我們做父親的心 轉向兒女 叫撥翼的人 轉向二人的智慧 現在我們 你不要想著 因為 我們做父母的 做屬靈的父母 一定要有個計劃 大家想計劃 不會無端端發生的 我是要計劃 我的女兒是怎樣的 我要計劃我的孫子是怎樣的 我現在單獨約我的孫子 我都怕有人教壞她 我們表面都已經是OK的 但都有人教壞她 我要單獨約她 最近你聽了什麼 在說什麼 說給公公聽 他會說些話給你聽 我們還要 我要不要花多些時間 我寧願做少些其他事情 我都要花多些時間 因為如果這個我做得不好 我將來去到神的面前 我沒有東西可以告訴神 他問你 你搞了什麼 我搞了幾個教會 搞了幾百場聚會 帶了千千萬萬人信主 他說 還有你家裡沒有東西要說 他說其他的不是怎樣計 我是計你的家 你的丈夫 你的妻子 你的兒女 你的孫子 你身邊的屬靈的兒女 你有沒有帶到人 所以有沒有預備成為合用的百姓 你有沒有叫撥翼的人 轉從異人的智慧 現在我覺得 我們有些人很緊張 那些兒女 希望她能進入IV League 我現在絕對不會叫人進IV League 因為美國那些葡萄藤大學 他會最厲害的律師 最厲害的醫學 最厲害的金融 但是她那些老師 是男人 但是畫了口紅 穿露胸衣 她是沒有子宮的女人 但是美國有些官員現在是這樣 很恐怖的 現在外國有些元首 我感謝主 我在香港說這件事 都不用坐牢 但是在外國 就說不到了 沒得說 我現在有機會先說 我不接受這些事情 我覺得 我不是批評她們 不是不愛她們 更加要愛 我和我太太愛過很多 這些有不同性傾向的人 他們會改的 其實她最需要愛 她需要有個身份 所以這些是家庭的開始 如果按照家庭的次序 按照神設計的次序 叫我們生養眾多 遍滿前地 治理這個地 是很重要的 就好像大衛有一天 阿瑪力俘虜了她的妻兒 她從阿瑪力人的手裡 將自己的老婆子女 和所有的財物 再救回來 今天我們要在撒旦的手裡 救我們的兒女 那些年輕人回來 因為他們已經亂到 有什麼可能四五歲 你讓她選擇 你自己做男人 還是女人 你找個鬍鬍佬穿的 去教我們的小學的人 而且現在已經開始可以看色情 上網的東西 她都認為可以的 你一定要給她們選擇的 現在很多美國 或者加拿大那些州 他們在爭辯政府 就是16歲以下 如果他們自己作的決定 父母有沒有權阻止 有時候可以 有時候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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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這樣掙扎呢 就是因為教會根本沒有教這些東西 那些立法的人沒有這些原則 他說一定要給的 這些是公平的 所以好嗎 那我們要每個父親 和熟靈的父親 留心做好我們自己的榜樣 我們要留心我們為人的結局 沙羅門是衰收尾的 所以告訴教育人 不要衰收尾 我也不想衰收尾 可以帶領一段時間 但是最後是衰的 要為這些領袖祈禱 另外有個很出名的尊重基督教研究 叫George Barnard的人 最近我看了他一條訪問片 他自己幾十年研究基督教所有的情況 教會的情況 基督教大學 他得了一個結論 他說現在美國全國 所有的基督教的教會 或者是學校都好 在教會服務的 有八個年輕的牧師 七個是沒有一個整傳的聖經的世界觀 他不說我們正在說一些東西 他不是這樣說的 所以他自己的結論就是 你以為你帶小孩去教會 進入基督教學校 就等於他會學到上帝的道理 他說未必 他說現在很多的學院 甚至訓練傳導人的學院 或者是學校 基督教的學校都好 完全是製造不到這種氛圍 叫他們明白聖經的價值觀 和世界觀 他說如果你自己作為父母 你要為你自己的子女負責 你不要想著公書教學 他一定要讀到名牌大學 其實現在讀不讀大學 都未必那麼重要 讀完大學都找不到吃 不讀大學的可能都找到吃都很厲害 中英數也很厲害 他自己的研究也很厲害 我真的覺得現在 很多東西在大學裡面講的東西 你以為是老師講的東西 幾年前已經沒有人講的 他還在講的 根本就是他自己都已經落後了 因為他的知識 一年就已經夠了 兩年已經夠了 你進入了那間名牌大學 你出來的時候 是不是這麼管用呢 我不是在這裏論斷 但我寧願他愛主 事奉主 跟隨主 是一個有聖經的價值觀 所以不要怕耶穌別的威嚇 但要有維護的心 以利亞呢 我在這裏研究過他 他是一個偉大的先知 但是他是沒有維護的心的 有一段時間 他身邊有個叫以利沙 經常跟著他 你哪裏都去 我都跟著你 他說你走啊 你走啊 經常叫他走的 最後來臨走的時候 都是主才幫到他 將他的所有的衣缽 他不是說衣缽 他不是說和尚的東西出來 將他的袍 他的愛袍 給他他屬靈的兒子 整套東西傳給他 但是呢 他那時候才叫為父的心 才出現臨走 所以我們要祈禱 我們說主啊 你給一個 我們做領袖 給一個為父的心 我們屬靈的下一代 我們要有心 你要追求他 不是他追求他 現在香港 千千萬萬的年輕人 跟美國那些 這麼悲慘的那些 都是一個無父的一代 所以我自己雖然誒誒些 但是我說主啊 你給我做他們的父親 給我做我弟弟的父親 給我做年輕人的父親 太可憐了 因為他們有些已經開口了 但是我們去到的時候 要教一下他 贈他兩句 為甚麼你不說 他們不需要這些 要你接受他 擁抱他 但是我們自己也不要怕 爺世別的威嚇 千萬不要孤單 又不要自我為儀 如果是結婚的 你一定要貼著你的老婆 貼著你的老公 與弟兄姊妹 親末的同行 每天藏在基督裏面 因為主給我們是有大能的 但是一定要藏在基督裏面 然後才可以成就一切 因為聖經說 你成就一切 你打贏了仗 你昨天打贏仗又怎樣 你仍然要暂攏 我們可能昨天打贏了 但是今天躺在這裏 昨晚打贏了450個仙主 但是今天在這裏 我死了就更好了 這樣 以你眼睛是這樣 何況我 所以 我有三點 千萬不要孤單 大家實在說 不要孤單 想也不要想 就是 就得了我 他們都不認識我 不了解我 不幫我 沒有人理我 千萬不要這樣想 不是的 周圍有很多人的 你有很多人很愛你的 有家庭的 千萬不要這樣想 第二 不要比較 大家實在說 不要比較 不要像你 就說 我都沒有用 我都沒有其他 那些先知 你千萬不要說 我沒有用 我沒有去唱歌 我沒有講到這樣 我沒有愛心 我又不懂善經 我又不夠斑 我又不夠高 我又不夠矮 我又不夠大 我又不夠小 講完這些 你不要跟其他人比較 你很可愛 告訴大家 你很可愛 你很有用 第三 千萬不要自己 自己說一句說話 就是 主要我為你大發熱心 我告訴你 只是熱心是沒有用的 我認識很多牧師 很熱心的 最近才見到一個 她說我跟我太太 是分開兩個教會侍奉的 我說 我說我有機會也要跟你說一說 你也要分開兩個教會侍奉才行 你便不要搞 什麼都沒有做 就好過你分開 為什麼要分開 我說不是論斷人 不應該分開 應該在一起 所以你熱心又怎樣 你很多欣慈又怎樣 好了 第三 一二三就是 不要孤單 大家說不要孤單 不要比較 不要自意 最厲害是我千萬不要這樣想 主他有微小的聲音 他會跟你說 他會叫你 繼續 起床 可以嗎 伊利亞也是這樣 又起床 還會有事做的 最重要就是撤班人 一定要 立下美好的根基 預備將來 告訴你 立下美好的根基 預備將來 我人生有三件事 對主的呼召要認真 大家聽說 對主的呼召要認真 他是獨一的神 他看得起你 你可以服侍他 你真是 一生一世 因為 若寒 施死若寒 他爸爸就說 我的兒子 要終身 在你面前 他要叫所有認識的人 終身 大家聽說終身 不能放假的 沒有 即是 可以開小菜 可以說我不服侍主 我要休息一會 沒有的 是終身的 有些人說 Hugo 你還搞你的教會 還搞雙人團 我說 沒有 是終身的 一生一世的 每日都說 一生一世的 一定會繼續服侍主的 未必有這個崗位 但是 終身 在主的面前 大家說坦言無懼 在主的面前 就有能力 就有沽默 你一定要去到他的面前 那個面要去到他的面前 你最喊喊的時候 你那個面 突然一點點 可以說 你都還沒說 你已經 你已經 你已經覺得舒服了 何況你說 不夠洗 他說 什麼事 他一定會問你 那就說 所以在他面前 坦言無懼 大家就說坦言無懼 千萬不要害怕 不要去病 病是沒用的 你要面對 不要走老 不要害怕 以利亞迷就害怕 他一害怕 哇 你這麼威猛 才知道 居然會怕這個邪牌女人 說一句話 用聖結公義來服侍他 所以 天天 大家就說 脫去救人 穿上身人 披戴基督 在主裏面 今早上我去想 我穿什麼襲衫好呢 我又想穿個彩色那件 但一穿覺得 縮縮地 因為穿了幾天 整天都流汗 都已經 但我又想穿 大家想想 身沒穿過的 一穿 哇 有種新鮮感 真是幾開心 所以說 穿上身人 天天換相 好像細麻衣 天天要換 然後 服侍主 這個是對主的呼召要認真 第二就是 看自己 不能夠太認真 我現在 我要跟 以利沙 以利亞 扔回頭 千萬不要 英文說 Don't take yourself too seriously 不要覺得自己這麼重要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有些傳統人 我發覺做做 他變成了特種階級 你知道我們服侍過有不同的牧師 有些牧師 我要幫他拿西裝 有些牧師 有卡片寫著 使徒什麼 使徒什麼 我又不是批評他 他們流行這樣 沒問題 但有些同工說 你不要這樣叫他 你要叫他使徒 Hugo的 Apostle Hugo的 我叫不出 我自己 起碼不會這樣 為什麼看得這麼認真 我是普通人 你告訴我 我是普通人 我愛你 我服侍你 不知道你覺得 我有什麼特權 所以這些屬靈的驕傲 孤單和自義 是因為自己覺得 我已經去到一個 跟你有些不太同 你應該給我面子 你應該要這樣對待我 所以這個不要看得這麼認真 放鬆點 第三 看人就不要這麼天真 你不要以為他是天下無敵 其實他是全身無力的 我們要尊敬屬靈的長輩 尊敬一些偉人 尊敬他們 但是你不為他祈禱 他馬上就給你看到 所以你為他祈禱 為我祈禱 為我們教會的領袖 祈禱任何屬靈的偉人 在最高的屬靈的最高點 突然間會墮下來 他會突然間跌倒 所以要天天獻上 這些為何要撥走灰呢 就是昨天的是昨天 昨天的勝利是昨天的 昨天的經歷是昨天的 你昨天很有信心 很威風 很幫到很多人 過去了 變了灰 灰要扔掉它 還要不要弄髒 所以穿起這個細麻衣 就是我們信徒所行的義 我們每天行公義 好憐憫與神同行 謙卑一些 大家謙卑一些 我需要謙卑 你需要謙卑 藏在基督裏面 穿上身人 脫去救人 運用以利亞的心智 我獨一的神 我服侍你 我對你的服侍是很認真的 我看我自己 不看得那麼認真 看人 我不要太天真 你不要以為 不用為他祈禱 他由day one 一直很勇猛的 帶領下去 他是普通人 所以我們有這種起立 我們感謝主 我們是以利亞的世代 我們要歡呼你唱一首很威嚴的歌 我們是以利亞的日子裡面 我們是以利亞的世代 我們有一種心智 我們是可以勝過受敵的 我們不需要孤單 我們是光輝烈烈的 有首歌叫《如日头出现》 光辉烈烈 我们走在主的面前 是光辉烈烈的 以利亚来了 施世恶汗来了 耶稣基督来了 所以教会出现了 教会是有以利亚的心志的 可以叫为父的心 所有人的心转向神 神的心转向我们 做父亲的转向我们的儿女 然后叫那些伴逆的人 他转从二人的智慧 有神的价值观 神的智慧 所有我们的年轻人将会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是哈利路亚 感谢主 以利亚的日子 Amen